大家好,今天要做的是雞白湯拉麵 做白湯這類的湯底 使用快力鍋可以節省非常多的時間 一開始,先準備熬湯會用到的豬菜 這些材料會在第二次熬湯時放入 蔥魚切到後,把它切絲 最後我會把它放在拉麵上 熬湯會用到雞架子、糖和節翅 雞骨要全冷水開始加熱 等到水滾後再取出洗淨雜汁 將起淨後的雞骨放進快力鍋中 加入清水 當指示法跳起後轉至小火 並計時25分鐘 接著來製作糖心蛋 在蛋的頓端敲一個小孔 等等會比較容易剝殼 下渾水計時7分鐘後撈起 延遲糖心蛋的醬汁有 醬油、水、味醂和清酒 比例依序為2比2比1 由於糖心蛋要冷泡一天 可以在前一天先準備好 在壓煮過後的雞骨已經骨肉分離了 不過這時候的湯還不是滷白色 接下來我們把雞骨敲碎 這個步驟是湯汁滷化的關鍵 也可以使用調理機來打碎 將雞骨重新倒回鍋內 並且加入其他的高湯食材一起燉煮 這次要煮40分鐘 趁著空檔我們來做串燒吧 取消後的雞皮不要丟氣 可以煉出雞油 混合少許的白麻油後 倒入蔥末 撕掉蔥末,醬蔥油就完成了 原鍋內放進雞肉 這是要利用煎鍋來做簡易版的燉燒 取雞肉上只有醬油、清酒和微淋 持續煮到瘦之後盛起 用有濾網的茶壺來做茶魚高湯 火和高湯可以提升湯頭的味道 白湯和茶魚高湯的比例 可以依照喜好做調整 如果喜歡清淡一點的湯頭 茶魚汁的比例就多一些 最後將高湯重新加熱 並且下鹽 同時起一鍋鹽水來煮麵 將糖浸蛋切拌 這樣鋪料就都完成了 最後把材料組裝起來就可以了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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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拌 醬油 喜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